我不要再讓我生小孩了 因為生小孩很痛 同學跟媽媽講一下的話 走了 她走去哪兒了 第一次當媽媽當然是趙舒揚 第二胎就是趙舒揚 半夜她醒過來說 我睡不著 天啊就不行了 一直哭一直哭 那我就覺得說 嗯 真的長大了 總得要怪你 因為你是說自己才說 我老夫妻 我好處我全部的心 我在在愛你 我哪有所有的心機 我在在聽你 我聽到什麼 你變心愛的人 你可知道我有我青心 你學生他跟我講詩詩 他要說他媽媽的詩詩我做生的 天天都不行嘛 今天要說有很多人是誰 是你 因為你在喊著中 混醉 所以你第一次當媽媽當然是趙舒揚 第二胎就是趙舒揚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你看以前拍八點檔多辛苦啊 我那時候他滿月我就上來工作 就來拍戲了 有點都在台北 對 他在台北 對 可是你那時候不覺得累喔 因為你覺得 哇 你要賺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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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車 在車上台 繼續跟我說對不起 哇 我那時候只是覺得有點 可能我太急 然後再來是 然後再來是 我就覺得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個人 他什麼都是一個人去處理所有的事 我再怎麼辛苦都是為了這小孩 我不都是一樣嗎 就是一種甜蜜的覆蓋 我是結了婚之後我才覺得 我應該要生小孩 對我的先生有個交代 那時候就想說生一個就好了 當護士抱來我旁邊告訴我 他有20隻指頭的時候 讓我放心 然後他在把我的Baby擦身體的時候 我就告訴我自己 因為我要生一個來跟姐姐做的 因為我要生一個來跟姐姐做的 我不要讓他們一個太孤獨 欸你知道通常在生小孩的當天 媽媽通常就會很生氣的告訴爸爸說 不要再讓我生小孩了 因為生小孩很痛 所以通常都在那一天是決定 不要再生了欸 我那時候有那一個止痛症 那你覺得你的小孩第一次的轉變在什麼時候 你說我小孩的轉變還是我的轉變 你的屁事啊 我的轉變 我是媽媽欸 第一次當她嗎 現在是母親節 當然要你熬我啊 母難日啦 好啦你最偉大啦 轉變喔 可能真的就是 你會發現 你做很多事情很有動力 因為你希望給他一個很好的生活 而且你看以前拍八點檔多辛苦啊 我那時候他滿月我就上來工作了 就來拍戲了 而且你都在台北 他在台中 可是你那時候不覺得累喔 因為你覺得哇 你要賺錢 對 你反而覺得有工作哇太好了 就是你愛的人會給你一個動力 覺得說 嗯 OK我要去做 然後你在面對這些沒日沒夜的時候 其實對你來講好像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嗯 所以我覺得 可能小孩帶給我的轉變是 你好像變得比較無敵 那你覺得你小孩對你來講是什麼 嗯 夏天給我的禮物 因為他讓我有當媽媽的感覺 因為我從小就沒有媽媽 嗯 嗯 也沒有母愛 你是不是會覺得你給他的都是你小時候所渴望的 嗯 要不然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你沒有經歷過就是媽媽的疼愛 那你會懂得怎麼做媽媽嗎 不懂 我在學習 會不會是 你給他的都是其實你很渴望你要的 對 但是不一定他要的 我很愛哈囉吉弟 我長大之後我身為小孩 拼拼給他 哈囉吉弟 對連化妝台都是哈囉吉弟 我女兒對我來講 我不曉得可能是因為我跟他相處的時間 真的是少之又少 嗯 手指頭都算出來 我就會覺得我每次跟他在一起 我是不可以生氣的人 我是不可以罵他的 都久久見一次還要罵他 對 所以我就會 她有沒有做錯事你跟她罵她 對所以後來我覺得我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有點像朋友 很好啊 小孩子很怕你就是 以媽媽的那個態度來跟我講話 我是不敢 現在的小孩是不喜歡這樣的 對我是不敢 那你這樣你會跟你女兒吵架嗎 有啊 當他在叛逆的時候我就會問說 為什麼我不可以這樣 為什麼為什麼 我就要媽媽跟他溝通 他是九關鳥嗎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我從小就教他不能說謊 不能騙 這很重要啊 非常重要 你不能說謊 你不能騙人 因為你也不喜歡別人騙你 對 所以你根本不應該騙人 不要的不要給別人 對 然後有一天大概跨年的時候 跟同學出去玩 我就說好啊好啊好啊 那同學有誰啊 通常我都會留他同學的電話 因為有時候我要找他 沒接就可以找他朋友 他沒接我找他同學 好聰明喔 跨年完之後呢 隔天快一點了 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欸你要回來了嗎 我說要要 啊你同學咧 我同學有啊在旁邊啊 我說喔好那我跟他講話 啊沒有他要去廁所 喔他要去廁所 然後等到廁所出來 跟媽媽講個電話 你就手機你就等著這樣子 沒有現在廁所排很多人耶 總會有排完的時候啊 沒關係媽媽等 然後他就說 啊我也要上廁所 我說好好好 你先掛掉 等你上完廁所的時候 你在用你的電話 讓你的同學跟我講電話 喔他沒有打給我 我就再打給他 我說婷婷上完廁所了 上完廁所了 有有有有 那那個同學呢 跟媽媽講一下的話 然後他說 啊他走了 他走了 走了 你動著你媽媽 等我出社會 出了招條嗎 走了 他走去哪了 我就說好 我就把他掛掉了 我就說好 我等你回家 哎好可怕喔 他在回我LINE的時候 我就不回他了 完了 我從來沒有這樣對過我的小孩 他一回到家的時候 我說先進來 坐在我面前 怎麼了 你為什麼要說謊 嗯沒有 我明明 他就先離開了嘛 你為什麼要跟媽媽說謊 我爸那生氣 媽媽從小就教你 就是不能說謊 跟不能騙 你不喜歡別人做這樣的事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 嗯 然後他就一直哭 一直掉眼淚一直掉眼淚 然後說媽媽我下次怎麼幹呢 對 所以從此以後就沒有了這樣 所以就什麼事就躺在的這樣 像我其實真的很少跟我女兒吵架 因為我真的在她面前 我就是盡量的讓我們關係就是處於 只要我們在一起都是很開心 難得呢 再怎麼生氣我就是忍下來 然後從來沒跟她大聲過 然後有一年呢 我們就是去香港玩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地鐵 有兩個入口 然後我就說我們要從這邊下去 我說沒有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前面那一個 然後他說沒有啦 我覺得應該是這一個 我說不對應該是那個 那個排滿遠的 就在那邊堅持不下的時候 他就啊 他就自己往前走了 然後就把我丟在後面 香港我也不熟 那你怎麼可以把我丟在後面 而且你這是什麼態度 我是你媽欸 對 我就很氣 然後他就一直走 然後我就算了 我就這樣 我就跟在她後面我也沒講什麼 然後就走走走走走走到那邊 後來發現 錯了 然後他說你看吧 我說 錯了就錯啦 那就再走回去嘛 然後他又往外走 然後我就覺得 喔我真的好生氣 那是我很生氣 但是我忍住 可是其實在那一幕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畫面 在我二十出頭歲的時候 我看中了一條裙子四千多塊 那時候我已經出道了 我就覺得我是一個藝人 我應該要穿這種裙子 事情幾塊幾年前啊 一年很貴啊 大概三十年前 哇天啊 我一生氣甩頭我就走了 我就一直走一直走 我媽媽就在後面追我 哇你這脾氣好壞喔 真的 但是其實我 長大以後回想這個畫面 我是很難過的 尤其在我女兒甩頭走的時候 我突然間覺得 哇原來我媽那時候那麼傷心 其實我覺得小孩 其實好像也在幫我們上課 嗯 有說我們是對的嗎 你看我們的堅持其實到最後 證實我們是錯的 那你有覺得他 有哪一刻真的讓你感覺到他 長大了嗎 尤其我們現在真的是 就是越來越有感耶 有一天我們去吃那個 回診Sushi的時候 他最喜歡吃那個生意片 他拿那個醬的時候 我就沒想那麼多 他先到我的再到他的 嗯 當下我沒講話 嗯哼 吃完的時候我就覺得 很感動 很貼心 哈哈哈 還是他服務習慣了 哈哈哈 服務誰啊 我發現小孩可能長大了 他也知道我們很辛苦了 可他不知道怎麼表達 他會覺得他靠近你或靠著你 他會很有感 因為你知道我看我女兒在那邊 二十幾天 其實也沒有覺得什麼 反正他每天就陪著我 就去逛街啊 幫我做翻譯啊 他都沒有要求要買他自己的東西 我喜歡看古董嘛 然後他就去幫我在古董店 幫我 做翻譯啊什麼的 然後幫我 只要買好的東西他就幫我提啊 那我就覺得 哇你好好 都陪著我 那我就突然間覺得我好依賴他 不管那邊要叫Uber 或要幹嘛什麼 都他在弄 可是一直到 我要回來的前兩天 我們本來睡覺喔 都會分開睡 倒數第二天的時候 我發現他就開始 往我這邊靠了 他再捨不得我了 好我就不敢抱他 因為我怕我哭 所以我就還是背對他 我就不敢靠近他 但是其實我已經在透流眼淚 倒數的前一天半夜 他醒過來說 我睡不著 我說喔 我當然知道他為什麼睡不著 但我不 就不敢再往下問 我就說 嗯 喔那怎麼辦咧 然後我就假裝說 啊好啦好啦 來來我幫你拍拍 你睡覺你睡覺這樣 然後他就沒講話 然後就一直撐到早上 他也是一副沒事的樣子喔 一直到我們要退房了 行李要拉著了 因為他是一個不喜歡拍照的人 他突然間說 媽媽 我們來拍一張 我說喔 是喔 好啊 我還在那邊假裝沒事這樣 然後我們兩個就拍一張 然後就下樓 一直到 車子來 我要送他上車 我就說 喔好喔 那你自己要小心喔 然後天啊就不行了 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他還沒哭喔 他還抱著我說 好啦沒事啦 我很快就回去了啊 齁沒事沒事 然後後來他就上車 我朋友就跑去抱他 我還說 等一下等一下我也要抱 然後就抱完他 他就走了 走了以後我就一直哭 我朋友說 好啦好啦哭一下啦 後來因為他要幫我們聯絡 接著我的車 他打給我朋友 我朋友逛完以後 跟我說 喔你女兒都是比 他應該上車以後開始哭了 那我就覺得說 嗯 真的長大了 婷婷從以前就說 她講愛她講不出口 她都放在心裡 所以在母親節啊 她都會講一些非常感動的話 或者生日的話 都會跟我很多的驚喜 去年的時候我非常忙 那忙到我自己也不想要過生日 我就想要在家裡 好好的讓我自己 我要休息這樣 然後我的大女兒 跟我的小女兒 他們知道我生日 我躺在床上 就兩個就開門 然後就 幹個蛋糕 就唱生日快樂歌給我 聽說 媽媽祝妳生日快樂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啊 我再怎麼辛苦 都是為了這小孩 我們都是一樣 就是一種甜蜜的負擔 我也覺得天下 所有的父母都是一樣的 我們既然生他 我們就要好好的養他 跟教育他 讓他成為一個 在將來是一個社會有用的人 或者是說 可以讓他變成一個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